最近美国向以色列发出警告 说伊朗很有可能在48小时之内 对以色列发起报复行为 其实这48小时已经过去24小时了 真的会有这样的行为吗 以色列方面也做出了回应 警告伊朗方面 说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不要动哦 你动我们就会 是给你一个毁灭性的报复 所以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 但是这一次以色列干的确实不地道 把人家的这个大使馆给炸了 而且是驻叙利亚的大使馆 所以中国的联合国代表呢 也在会议上说我们感同身受 也就是提到了这个北约轰炸 中国驻南联盟的这个大使馆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报复 一定会有这个影响 而拜登呢也给这个以色列总理打了电话 说这个你们对这种国际援助组织的 这个袭击啊是不可原谅的 是不可以的 那以色列说我炸也就炸了 我这个不精确啊 我这个制导武器 别说制导武器啊 就这武器我也不精确 然后说这个据说啊 网上有人说是这个人工智能算错了 人工智能犯的错 所以以后好多事情都可以撇清责任 都归咎于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找错了目标啊 指导错了精确制导炸弹 然后又说这个是战争嘛 战争总要是死人的啊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下 美军呢 调集了一个尸的装备 正在往目标地域运送 很有可能就中东地区运送啊 这也昭显这个世界啊 不稳定 很动荡啊 未来未来会怎么样啊 希望不要在我们的假期里发生任何事情 等我们过完节是吧 稳定下来再说吧 稳定下来再说吧